欢迎收看新闻快讯 民主党参议员曼清昨天表态 不支持拜登总统近两兆的重建美好法案后 高盛集团分析室今天下调了对明年美国经济增长的预测 曼清反对拜登提出的1.75兆税收和支出法案 他表示民主党人在谈判中并未对立法进行任何实际修改 由于民主党和共和党目前各自掌握参议院50个席位 在目前没有任何一名共和党参议员支持的情况下 曼清这一票将关系到议案能否获得通过 曼清投下反对票也意味着拜登这项法案 大概将被拖延至明年的1月再审议 作为拜登经济议程的核心内容 法案被推迟将产生广泛的影响 甚至会影响到明年的期中选举 高盛经济学家在报告中说 法案原本看起来就很玄 再加上曼清的表态 我们正在调整预测 法案无法通过将对美国经济增长产生负面的影响 卫生官员今年敦促民众试打追加剂疫苗 戴口罩冬季圣诞新年假期旅行时也要小心 COVID-19变异株Omicron蔓延全球 恐怕取代Delta成为美国主流的变异株 国家卫生研究院院院长克林斯说 Omicron病例未来两周将暴增 他说美国六成有资格打追加剂 但尚未接种者这一周起请去接种别再等了 白宫首席防疫专家福奇也在今天表示 Omicron迅速繁殖 现在接种COVID-19疫苗和追加剂 比以往的任何时候都更重要 根据CDC统计 目前美国有27%的民众 连一剂疫苗都还没有打 目前50周有43周出现了病例 福奇说如果按照目前情势发展 医院容量将在一两周后非常的紧绷 尤其是接种率低的地区 尽管全美各地新冠病例出现增长 并引发相应的疫情限制措施出台 但民众的假期出行计划 似乎没有受到影响 根据TSA的安检站数据 12月16、17、18日 机场连续三天对超过了200万人进行了安检 其中周五223万人次接受安检 是感恩节假期后的最高值 数据显示这些数字 几乎是一年前的两倍 但仍低于2019年的数字 报道称 今年旅客人数接近疫情前的情况表明 尽管存在关于Omicron变种的新警告 但迄今为止 人们并没有取消计划 福奇和其他卫生官员正敦处 旅行者保持警惕 尽可能多戴口罩 但与去年冬天不同的是 他们并没有告诉人们取消计划 上周六晚 六名至八名歹徒 闯入了北加州圣河西的奥克里奇购物中心的 梅西百货进行抢劫 造成一名员工受伤 据报道 梅西百货的一名女性员工 在试图阻止犯罪嫌疑人抢劫时 被其中一名歹徒殴打造成轻伤 嫌疑人在警方赶到之前逃离现场 梅西百货公司的具体损失目前还不明确 警方仍在对案件进行调查 请继续锁定新闻快讯 掌握新闻的最新动态